女星爱情事业两头空。动刀四次差点保不住手臂。 文锦莹因疑患急性枪势症候群,开刀四次才保住手臂。 图克勒电影,2018年3月3日。 由深秀源指导的电影《玻璃庭院》以社会议题作为题材,片中情节的背后极具反思的价值。 更找来人气演员文锦莹担任女主角,片中她是一名学术表现出色的博士生,却经历爱人的背叛与研究被窃取的打击,情感上的转变与眼神,都展现出她累积近20年的演技。 文锦莹是红星出道,2000年屏著《蓝色生死恋》中演绎宋慧桥同年一较成名,此后受封国林被美称号。 她成名后持续活跃于影视圈,拥有鬼妹、幼稚老婆等代表作,更曾获得清荣电影奖人气女演员,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女新年等大奖,演技实力备受肯定。 但去年,她却被诊断出急性枪势症后群,离开演艺圈一段时间,经历了四次手术才保住手臂。 文锦莹,又,片中饰演女博士生,图克勒电影,2018年3月3日。 该片由文锦莹,金泰勋,徐泰华等人主演,将是一名落魄写宝病在身的作家,遇见了一名不良于行但却拥有特殊能力,能与大自然沟通的女博士生之间的故事。 她的研究被教授窃取,最后决定隐居森林,直到遇到志勋,她以女孩在玻璃庭院里故事为主题写作,最后成为畅销小说,也让其中震惊全国的秘密公诸。 于是,两人之间无形中渐渐演变成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。 玻璃庭院3月9日在台上映。新闻授权来源。 Now New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